Hello 咱们这一课再来讲一下这个两个表间的多对多关系 因为上一课咱们讲的是一对多 是吧 一个书有一个作者 我这假定啊 一个说只能有一个作者 然后一个作者有多本书 那如果说咱们要想表现这种多对多的关系 比如说一个作一本书有多个作者 或者说一个作者有多本书 这个怎么表示呢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这个多对多的关系了 那么咱们可以看到在一对多的关系的里边 咱们只要在这个叫做多的这一端 建一个指向一端的外建就可以了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书 书这是不是叫做多的这一端呢 因为多本书多本书嘛 就多我管叫多的这一端 在多的这一端建一个指向一的这一端的一个外建就可以了 是吗 在多的这一端只要建一个指向一这一端的外建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话就知道说我是属于哪个作者的 但是如果多对多的关系 咱们就没法在这两个表之间建外建了 那比如说其实你看一对 咱们不是讲过这关系其实还有一对一呢吗 比如说有一个表叫做wife id name 这是妻子表 还有一个叫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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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什么husband是吧 丈夫表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要体现他们之间的 这个一对一的关系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wife表上建一个husband的ID 在husband上面建一个wife ID 就是我的妻子是他 他的丈夫是我是不是可以了 就在他们各自身上建一个指向对方的表的一个外建就可以了 所以说无论是这样一对一的关系 还是这样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都可以在两个表中其中一个表上建一个外建就可以了 但是多对多是没法直接在这个表上建外建来体现的 即使有朋友显示这个搞那种方案 那种方案的话也查询效率非常低 因此不建议这么干 OK 有人建议比如说在这个 比如说我这本书有多个作者 那你在这你作者的这个ID 你搞一个比如说一到号二到号 比如说一三九 这本书是一三九 这三个作者的行不行 你可以这样去设计 但后续你进行查询的时候特别的麻烦 所以说一般不这么做 而怎么做呢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这个多对多的关系怎么来设计呢 咱们一般引入一个中间的关系表 引入一个中间的关系表 在这关系表里边分别建立到这两张表的一个外建字段 啥意思呢 我还是直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现在先把这个表都给它清空了 擦除该表的数据 其实不用这么来也可以 比如说现在我暂时把这个student表和这个teachers表 我都给它清了 因为方便咱们演示 这个数据太多了 怎么清 简单的方法之后再直接点右键擦除就行了 但咱们通过circle怎么写 delate from students 是把这个students表删了 然后再把teachers 现在的话这两个表都是空的了 对不对 我现在弄几个测试数据 比较干净一点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叫做 一些小朋友 我这个分开啊 就是咱们好看谁是老师 好谁是学生 我现在所有的这个学生 我都用英文名字来代替 是吧 这个tom 1 这个 Jim 5 Lucy 6 就是假如就这三个学生 然后的话老师呢 我弄俩老师吧 阳中科 YZK 再新建一个这个刘晓明 啊 ok 现在见这么两个老师 现在呢 哎 这个数据这个idea怎么65 66开始 你把数据都清了 注意啊 还是那句话 这个自增自断的值 并不会因为你把旧的数据清了 它会重复利用之前的这个idea 即使你所有数据都清了 它也会顺着之前的那个idea 接着往下走 ok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这个 你的students也是如此 现在咱们再建一个关系表 体现一下说 比如说这叫做这个 叫做 student和这个teachers的关系表 我的表叫做student teacher 这么关系表 叫做relations 那就简写吧 student 别下回线了student teacher relations 关系表写权吧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关系表表名的有点长啊 那么一个是他的id这个id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是一个起了一个主件的作用 而再建一个叫做student id 外建 它是指向学生这个表的id 然后呢 咱们再建一个叫做teacher id 它是指向teacher这个表的一个外建 然后咱们给它保存 那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表 比如说我想记录一下这个 他们关系 比如说这个 只有哪些老师 老师是6566 学生是9011 6566 学生是65 学生是65 1166 966 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咱们看到啊 咱们比如说 这个 我看看啊 他由谁是他的老师呢 咱们就看啊 我的id是9 我就在这个表里边查 我的老师是66 65 对不对 因为你看 这有两个我们 这我 这个关系里边 我有一个老师66 这个关系里边呢 我有一个老师65 就说65 66都是我的老师 那那比如说 我呢 我的老师谁呢 10 看这里边 你只有65 是你的老师 那咱比如说看学生的 比如说 我 我洋中科有哪些学生呢 你就到这个里边找 66 那9和11 这两个学生 是你的学生 因为到这找这个student 这个studentid 他们两个是你的学生 OK 这样的话 就这样一个关系表 保存了老师和学生的对象关系 因为他们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所以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系表 来指向他们两个 这个可能是出于的最难以理解的地方啊 就多对多 咱们必须要建一个关系表 那怎么在关系表里边咱们来进行查询呢 比如说 我还想查询出来 列出来这个 比如列出来这个 杨中科所有的这个 学生 以及杨中科这个老师的具体的信息 就是说列出那个名字叫做杨中科的老师 以及他所有的学生信息 这个studentid怎么写呢 比较麻烦啊 但其实好好理解的话 一点都不麻烦 是吧 select 先行 from 这个 student teacher re lations 叫做2 没写错吧 没错 然后 John 首先John什么呢 John这个老师表 teachers 叫t on什么呢 就这个老师的表这个的 不是什么 一般中心 2的这个 teacher id等于老师的id 然后再John 你看两个John John他了吧 再John学生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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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等于学生的id 你看查出来了 那这就是 洋生科 有这俩学生这两个属于的详细信息 刘晓明 这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的详细信息 ok 那比如说我只看洋中科的那么就是where 这个 呃 teacher的name等于洋中科 ok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一步一步来比较简单的写法是这样写 这是第一步 是吧 第一步的这个写法 这样的话直接出来的是根据这两个字段的关联的所有他们这个关系 是吧 因为这里多对多所有两个John 啊 比如说我只想获得洋中科的那么就咱们第二步的这个 ok 那我只想列出来这个老师的名字和学生的名字 别的信息我不要 那我就是去给列 那别名字 select 这个student的name 再有这个teacher的name as teachername 那其他的都是一样的from 这个 那咱们比如说 那这就是Lucy的 Lucy 老师他 他们的老师他 Jim的老师他 Lucy老师他 洋中科的学生是他 列的意思了吧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三个表这个John 是吧 以他一个关系为基本 然后关联上老师表 关联上学生表 这个可能是上一节课那个John 可能大家如果能够弄明白的话 这个John其实也就不难了 再多加一个John关系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这就给大家去讲的这个三个表 之间的John关系 以此类推 你甚至可以有这个多个表 这样的这个John关系 比如说我虽然说我的这个 我这个三个表 他们三个之间是一个一个 共同组织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但比如说我的这个老师 可能或者老师所在的班级 或者学生所在的班级 还可能有更多的表 但只要更多的表 你只要更多John就行了 所以说更多的关系 你只要把一两个表之间的John理解了 并且把在这三个表之间的John理解了 那后续更多的表John也就不难了 好不好 所以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一对多多对多 那么这两解课呢 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难 但是你只要把它关系捋顺了 其实也就那样 那么像这样的John语句 在咱们后续的课程里边虽然没有用到 但是在Java开发中还是用的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尽量把它掌握 掌握不了的话也没关系 可以把它暂时放一放 继续往后学 然后等到用到的时候 你再回来复习 好吧 行 我是杨诚科一鸣快乐程序员 咱们下期课再见 咱们下期课再见